随着东京奥运会圆满结束 全球各地的乒乓球队也都迎来了各自的重大改革 日本队当然不例外 就在不久前 日本拼谈就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日本拼鞋将对奥运会的选拔方式进行重大改革 将此前的世界排名决定制选拔方式改变成 日本乒乓球协会所独特具有的积分制 日本拼鞋之所以会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 最主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让日本国家队的 球员们去参加更多的日本国内的联赛 从而帮助日本拼鞋挽救国内人气较为低迷的联赛 我们知道 日本选手伊藤美成在此前很少会参加日本国内的联赛 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国际大赛之上 根据了解 伊藤美成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为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来对中国队球员进行研究 并且仅可能多地在国际赛场上与中国选手碰面 交流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乒乓球技巧 其次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国内地替联赛奖金并不丰厚 并且与世界大赛的参赛名额并不相关 因此 不仅是伊藤美成 其他日本国家队球员也少有参加的 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拼鞋重点打造的国内联赛一直都面临着人气不足的尴尬局面 直到现在开赛许久的日本T联赛的运营成果已然不够理想 特别是在财务方面 已经连续很多个赛季都承受着巨额的亏空了 这使得主办方非常头疼 而现在推出的改革方案对于T联赛而言就像是救命稻草一般的存在 只要与国内排名挂钩 便不怕球员们不积极参与这个联赛了 特别是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伊藤美成选手更是如此 他想要继续登上国际赛场的话 便必须要重视T联赛 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拿到T联赛所赋予的积分 从而获得登上国际比赛赛场的机会 但这其实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因为随着日本国内T联赛的发展 为他做出杰出贡献的球员们也必然会获得优厚的汇报 特别是像伊藤美成一类的天才球员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有着极高的人气 只要他参加T联赛 便会对整个联赛产生积极的影响 伊藤美成本人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国内积分 还能让自己的身价随之而水涨船高 何乐而不为呢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这一项改革措施被提出 日本队中每一位乒乓球队员们在此前的国际赛事积分也随之而清零 由此可见日本拼鞋改革实施手段的凌厉程度之高 而伊藤美成作为日本国内前三甲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 在这个时候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 毕竟距离休斯顿世界乒乓球大赛的开始 仅仅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伊藤美成需要在这两个月时间里尽快提高自己的排名 只有这样才能够毫无悬念地获得出征的机会 从而去践行自己尽可能多地击败中国队球员以类的狂妄言论